穿甲弹如何穿甲 炮弹家族有着明显的备份划分 谁更粗谁就更猛 一般情况下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火炮威力 弹镜与火炮口径相同 但偏偏有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选手 刺口径弹药 弹镜小于火炮口径 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口径所带来的优势 不过这也为炮弹带来了更好的穿甲性能 问题来了 穿甲弹又是如何穿透敌方装甲的 刺口径弹药在穿甲上又有什么优势 威力不够 口径来测 在各国的武器弹药发展中 想要获得更大的威力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扩大口径 口径越大 抛售到敌人头上的炸药也就越多 相比口径76毫米的火炮 152毫米火炮的口径 仅比它多大了一倍 但是152毫米炮弹炸出的弹坑直径 达到了76毫米炮弹的5倍 炮弹深度达到了76毫米炮弹的3倍以上 如果炮弹的形状不变 口径增长一倍 炮弹的质量会增大8倍 威力自然大得多 不过在增大口径的同时 火炮的各种零部件 也需要承担5-8倍的堂压和后座力 当然在威力面前 这点小问题不值一提 自火炮诞生以来 口径都是不断扩大 在二弹时期更是出现了口径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巨炮 只是刺口径弹药 却主动浪费了大口径所带来的优势 这是为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里 口径即正义 直到战场上出现一个硬目标 也就是装甲车辆 面对这些装甲目标时 火炮的口径优势就消失不见了 就威力而言 苏联第一榴弹炮如果可以直接击中一辆二弹坦克 那么这辆坦克大概率会被炸成零部件 但问题在于 第一打不到 其炮口出速只有508米每秒 在飞行过程中还会不断缩减 想要打中一辆800米之外的坦克就已经无能为力 即使是时速20公里的虎式坦克 在炮弹打过来的时候 坦克就会开出榴弹炮的杀伤范围 于是各国就需要一款出速更快 威力更大的弹药 也就是穿甲弹 刺口径与其有很大的关系 早期的穿甲弹属于全口径弹药 与普通强弹类似 都是利用弹头的动能破坏目标 穿甲弹的甲组中最早出现的是尖头穿甲弹 整体由萃火后的钢材料制作而成 头部呈尖型 利用巨大的动能撞击目标造成穿透 为了提升杀伤力 不少穿甲弹还会在后部躺体内装点炸药 击穿敌方装甲后杀伤敌方车组人员 也就是穿甲榴弹 之后的钻头穿甲弹 风帽穿甲弹 背帽穿甲弹 背帽风帽穿甲弹 都是在此基础上研发的 穿甲性能也在一步步提升 不过相应的 堂克的装甲也越来越厚 在二段初期 各国的主力堂克大多都是轻型堂克 正面装甲厚度很少超过25毫米 到了二战后期 各国重型堂克的手上装甲厚度 已经超过60毫米 M4希尔曼前装甲的厚度 为51毫米至108毫米 就算是炮坦厚度 也达到了88毫米 重型堂克的装甲更厚 德国的虎式 苏联的IS-2 前装甲的厚度 达到了100毫米以上 费地南坦克经济车的 前装甲厚度 更是达到了200毫米 面对这些不断增厚的 坦克装甲 穿甲弹只能继续提升 穿甲能力 只是发展到 背帽风帽穿甲弹后 传统全口径穿甲弹的 发展潜力 已经被挖掘殆尽 只能通过改进发射药 增大炮式容量 或者增加炮管长度等方式 提高炮弹的出速和动能 只是很明显 这种办法属于治标不治本 那么有没有其他办法 提高穿甲能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 刺口径弹药 想要提高出速与动能 除了增大炮式容量 增加炮管长度 也可以选择减少炮弹的重量 刺口径弹药就是这样做的 从发展过程来看 刺口径弹药可以分为三代 第一种就是硬心穿甲弹 为了提高出速 设计师对炮弹结构进行了改进 用青金属外壳包裹一个胶细 但是硬度很高的弹心 这就是硬心穿甲弹 也可以称为高速穿甲弹 这种弹药内部没有炸药 纯靠动能击穿目标 由于外壳采用青金属制造 弹体的总重明显下降 与全口径穿甲弹相比 在口径发射药量相同的情况下 这种硬心穿甲弹的速度更高 基硬目标是硬心穿甲弹的 接触速度更快 接触面积更小 所以穿甲能力弹幅度提升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奇葩的火炮 炮管前细后粗的追腾炮 追腾炮只能发射锥形弹 炮弹在边缘 带有两个相对较软的金属 一般是铝制成的散型弹拖 在炮管内部 锥形弹的散装弹拖是打开的 凭借发射药爆炸产生的 高压火药气体 推动炮弹前进 不过由于炮管逐渐变细 弹拖会逐渐被挤压到弹头附近 冲出炮管之后 炮弹需要克服空气阻力 刚好追腾弹已经在炮管内断压成型 散撞结构关闭 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阻力 在命中目标时 软软的金属在撞击过程中发生变形 脚硬的弹心继续向前穿透敌方装甲 二战期间的追腾炮 炮弹出速可以达到每秒1300米以上 对于1000米以内的坦克目标 从开炮到命中仅需要一秒的时间 一般的坦克很难躲开 当然追腾炮也有一定问题 在重断过程中 炮弹和炮管都会受到挤压变形 炮弹是一次性的 即使变形也无所谓 但是炮管就不行了 长时间的挤压 导致追腾炮需要频繁更换炮管 一般情况下 打几十发炮弹之后 炮管就已经因严重变形失去精度 追腾炮虽然不贵 但是扛不住炮管一直换 此外 硬型穿甲弹有一定的问题 虽然其穿身高于相同口径的 全口径穿甲弹 但是炮弹受阻面积较大 加上质量较轻和时速较快 远距离作战时 穿身会大幅削减 在1000米的距离上 穿身与一些全口径的弹药相差不大 仅适用于短兵相接的场景 比如T34的BR365P穿甲弹 在500米的距离上 可以击穿140毫米的垂直装甲 但是在1000米的距离上 穿身为110毫米 尖头无风帽的全口径弹 多了8毫米至10毫米 在二战期间 各国主力穿甲弹 依旧是全口径穿甲弹 二战之后 装甲厚度进一步升级 导致各国需要对硬型穿甲弹进行改进 从而获得更好的穿身 不过想要提高炮弹出速 要么继续减轻炮弹质量 要么增大口径 如果选择第一种 那么精度和穿身 随距离衰减的问题 只会更加严重 选择增大口径的话 火炮的结构又会庞大 而且炮弹在飞行过程中 外面的青金属本就没什么用 增大口径 反而会进一步增加这种 青金属的重量 有些得不偿失 最终这个问题被英国解决了 英国设计师研发了 传奇的105毫米L7坦克炮 并为其配备生产了一种新弹药 刺口径脱壳穿甲弹 既然外壳会碍事 那就把它去掉 刺口径脱壳穿甲弹 可以看作硬型穿甲弹 却掉风貌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但结构完全不同 与硬心穿甲弹相比 托克穿甲弹同样有一个较轻的外壳 只不过在飞行过程中 托克穿甲弹的外壳 不会一直与弹心连在一起 而是在飞出炮口之后自动脱落 只留一个较硬的弹心向前飞行 如此一来 炮弹可以获得很高的出速 外壳脱离之后 空气阻力的问题也不需要操心 因此刺口径托克穿甲弹备受青睐 在结构上 原本体积较大的弹体被分为穿甲弹心 与弹拖两部分 弹心较长 并且由一些密度极大的金属和金构成 外部的弹拖则采用青金属甚至是塑料构成 只需要在开炮时 没有被烧毁就行 如此一来 一枚托克穿甲弹95%以上的质量 都会集中在弹心部分 由于技术的升级 托克穿甲弹的出速度提升至1500米每秒 带来了更短的飞行时间 更平直的弹道和更好的穿甲能力 世界上第一种大规模量产的托克穿甲弹 就是用于L7坦克炮的L28 以及紧随其后的L52 之后其他国家也开始自研或授权生产托克穿甲弹 比如美智的M392和M728 就可以看作L28与L52的仿制品 苏联在1966年 为T54、T55坦克配备了BM8穿甲弹 一年之后 为T10M设计的BM11弹药也进入现役 当然武器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花糖炮已经兴起 线糖炮一统添下的局面被打破 这种刺口镜托克穿甲弹 也开始被尾翼稳定托克穿甲弹取代 托克穿甲弹的穿甲上限 与其长度有直接关系 想要提高威力 就要提高穿甲弹心与穿甲弹的长径比 只是长径比达到7比1之后 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弹心很长 旋转时就会发生抖动 从而远程射击精度大幅下降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炮弹旋转 刚好滑糖炮兴起 二者刚好可以完美配合 至于炮弹在空中飞行的问题 可以在穿甲弹心上假装尾翼 这就是尾翼稳定托克穿甲弹 当炮弹飞出炮口后 弹拖立刻分离 只留意到像飞镖一样的弹心 在空中飞行 解决气动问题之后 各国穿甲弹的性能不断上升 苏联的第一代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3BM3 长径比就达到了12.5比1 穿身达到了300毫米 如今服役的穿甲弹 虽然在细节上有所改良 但都没有跳出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的构型 比如弹心的升级 为了提高穿甲能力 弹心大多唯乌合金或者贫油合金 穿身大幅度提高 目前北约装备的120毫米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在2000米的距离上 对军制钢装甲的穿身 大多达到了800毫米 在较近的距离上 可以做到一炮击穿一米厚的 均值钢板 除了穿甲弹之外 刺口径弹药也可以用于 其他方面 比如防空 反直升机 甚至是枪械 对于刺口径弹药 有着更小的直径与体积 所以其重量明显会轻于 全口径弹 在发射药量相同的情况下 出速明显更高 所以也可以用于防空 比如蓝恩金属公司 研制的猎豹自行高射炮 使用的35毫米炮弹 就采用了刺口镜托克设计 使得防空炮弹 获得更高的出速 更远的射程 更平直的弹道 以及更低的成本 美国的密集镇 也在使用刺口镜弹药 其作战时的主力弹药 使用的就是MK244 MOD0增强杀伤力弹药 炮弹外部是塑料弹拖 内部则是物合金穿夹体 采用这种托克设计 来提高弹性速度 增加传统能力 甚至连一些枪械 也曾使用刺口镜弹药 比如奥地利斯 泰尔公司 曾为AMR5075式 反器材步枪 研制一种口镜 14.5毫米的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塑料壳体 金属弹底 弹头包在塑料弹拖内 凭借着刺口镜设计 枪口速度达到了 每秒1500米 可以在800米的距离上 穿透40毫米的 均值钢装甲 不过由于这种 枪弹组合成本太高 很难获得订单 最终枪械 刺口镜唯一稳定 托克穿甲弹 依然是当前最有效 也是最常见的 反坦克措施 凭借着高出速 它可以做到 指哪打哪 即使在很远的距离上 也不需要预描 虽然就穿透力而言 巨能装药破甲弹 明显更强 但是刺口镜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不会被复合装甲 和反应装甲 虚弱穿透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穿甲弹依旧是 坦克炮的必选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刺口镜弹药 也会面临 穿深不足的问题 当前主流的125毫米 与120毫米坦克炮 潜能基本被挖掘殆尽 想要进一步 加强穿甲能力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扩大口径 从这一点来看 130毫米 140毫米口径的坦克炮 就是未来坦克的主流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刺口镜弹药 未来还会如何发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感谢观看